闹得沸沸洋洋的彰化万人 血清抗力检测调查 报告终于出炉 不只庄二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防疫人 庄仁翔出席 彰化卫生局局长叶燕博 也一同说明 事实上彰化从6月11号 正式启动检测计划 针对接触者居家检疫者 医护人员还有卫生单位人员 一共检测4841人 证实台湾社区的安全 我们确定它有感染又产生 这些中国抗力保护力的人数 就是4人 所以它的阳性率 就是万分之8.3 就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讲的 一般的民众在社区里面 它相当的安全 此外针对彰化确诊的18名个案 也发现体内通通有综合抗体 可以长达100多天 对疫苗的发展相当有帮助 虽然这些确诊很辛苦 被做了隔离被做了检疫 可是我也要同时告诉他们 你们已经既有了 自然免疫防护力 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们证明五个月是有的 这次是台湾首次用血性抗体科学调查 来检视防疫的政策 也堪称中央地方和学者的三方大和解 好在带来了好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